李问汉组没有组队成功 冰则仁自动归李问汉队 我是没有 料到 真的会没有哥哥选我 很 难过 我们这队里有四个队长 四个 他就是队长 他也是队长 他也是队长 都当过队长 我还打个招呼 哎呀 哎呀 瞬间感觉 泽人你咋了 你怎么回事 你眼神都变了 你不要迷离 那你最后就去哪了 好 我最后还不知道 文汉呢 你还去文汉那儿啊 好像差一个人吧 我不要文汉呢 我去问问他要不要我 我们跟你去 他不要你 我来来来来 疯狂输输一下 我想问问他 不是想问我 乱给你塞进去 那开门 让把门砸开 啊 声音不一样 岳父来了 谁啊 你岳父 来了来了来了 我来打个招呼 我来打个招呼 不来我们这吗 哥你为什么不选我 山基不 他以为你选维维维 对啊 我们 维维以为他选你 你以为他选维维 就这么耽误的 怎么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不要 哎呀 都没人要我 我们肯定要你啊 我以为我是 被淘汰了 这些维维维 老毛 哎呦 可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都怪 没啊 不会吧 没啊 不是 不是 就是觉得 我其实就是小透明 大家 都不会第一时间想到我吧 就讲 毕竟你是个新人嘛 但是 经历 这么多 然后哥哥们 都这么关心我 所以 觉得能认识到 这么好的一帮哥哥们 足够了 就 我就